由影迷开始期待今年不一样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特别关注的就是星光大道会有香槟色的地毯 更多焦点交给资深记者杨慈英 奥斯卡颁奖典礼即将在明天台湾时间早上 就会登场了为你整理五大看点 第一个就是Jimmy Kimmel的睽違五年第三都介下奥斯卡主持棒 而且他跟麦特戴蒙世仇的这个梗 会不会在颁奖典礼上出现呢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还有呢杨子琼主演的《妈的多重宇宙》这个电影呢 是入围了11项大奖 有没有可能拿到最佳影片这个奖呢 影评人士非常的看好 毕竟呢《妈的多重宇宙》已经是在先前呢 其他的电影类奖下横扫了许多的大奖 所以呢得奖呼声是非常的高 那当然呢身为女主角的杨子琼 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一今年的这个奥斯卡的影后 而且会不会是史上第一位亚洲华人影后呢 也是最大的看点之一了 毕竟呢这个梁子琼先前已经在这个奥斯卡风向球 像是金球奖啊还有这个美国演艺工会呢 都是已经先拿到影后的这个奖项了 所以呢就看好是不是这一次他有可能真的会抱走 奥斯卡影后这个奖了 另外第四个看点就是 这是睽違88年再一次发生的 所有这个影帝入围者都是第一次入围奥斯卡奖了 其中包括这个誓言猫王的奥斯丁巴特勒 还有呢布兰登废雪还有柯林法洛 其实这三位呼声都很高 所以影评人很难预测最后会是奖落谁家了 还有第五大探眼就是最佳电影原创歌曲 到底谁会抱走大奖呢 尤其Lady Gaga为这个捍卫战士唱演 现唱这个歌曲啊 可惜呢他因为是还要敢拍小丑 所以是没有办法出现在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所以到时候呢会现唱的会是 MOTHER多重宇宙的女配奖 她会上台现唱 不过呢雷哈娜为这个黑豹现唱的歌曲啊 其实呢也是非常的动听 所以究竟呢谁会拿走这个大奖 就看明天这个台湾时间早上呢 这个最后这些大奖会讲到谁家了 刚此音段我们看到 其实奥斯卡影后的入围名单 的确杨子琼呼声很高 但是来势汹汹的还有凯特布兰奇 他扮演的是指挥家 入围名单再请慈音带大家来看懂 杨子琼跟凯特布兰奇 这一次真的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了 来比比看他们两个人那些身家小调查 杨子琼今年近60岁了 不过凯特布兰奇53岁 但两位呢真的都是大家公认的影后了 这次呢杨子琼是在MOTHER多重宇宙里面呢 是饰演这个华人妈妈的这个角色 诠释出华人女性为了家庭放下一切的这个现象 凯特布兰奇呢 则是在他耳里面呢 是饰演一个指挥家 而且他为了这部电影 还特地去学德语 还学钢琴 还学怎么指挥 真的是下足了苦功 不过杨子琼早期出道的时候 他演这些功夫片 真的是不胜美举 后来在翁山苏基啊 或是《凤凰亚洲富豪》呢 都是也角出这个亮眼的表现 而且呢不要忘记 他是第一位亚裔的庞德女郎喔 所以这一次他在《MOTHER多重宇宙》呢 是已经拿下了金秋奖 这个音乐喜剧类的最佳女主角 还有演员工会的女主角奖 但呢凯特布兰奇 也不是省油的灯了 他已经也是 过去是拿这两座奥斯卡影后 这一次塔尔这个角色呢 他也是拿了英国这个 拥有英国奥斯卡支撑的 影后的这个大奖 所以两位竞争真的是非常激烈 大家都无法预测 究竟谁会拿走 这个今年的奥斯卡影后奖项 其他入围者当然也来是凶凶了 还有这个安娜德哈马斯 有看过《银翼杀手2049》 或是有看过这个《007生死交战》 对他恐怕都是蛮有印象的 他在《金房梦录》里面呢 是演这个《玛丽莲梦录》自传式的电影 在里面有一些比较突破性的演出 所以大家都是觉得他真的是 也是备受肯定 那还有安德利亚呢 其实他这部戏啊 他入围的时候是一度传出争议 因为呢其实这部电影 在过去其他的奖项上 其实是完全没有入围的 但是怎么就可以一举入围了奥斯卡奖呢 所以就陷入了这个拉票的争议 不过演艺公会这个学院还是认为 这个是有入围资格的 所以还是让他的入围 而且呢他在里面饰演酒鬼的演技啊 是备受好评 甚至连这个美国欧巴马 都有推荐这部电影 所以呢也是相当受到期待 还有呢《灭血而威廉斯》啊 其实他已经是五度了 这个托德奥斯卡的提名 这一次呢又再度的入围了 所以呢根本是说可以看得出来 影后竞争是相当的激烈 究竟谁会抱着大奖相信呢 大家都相当期待 给来猜猜看增加一下冷知识 谁是电影界的记录保持者 带来盘点奥斯卡金像奖入围 跟获奖最多的电影是哪一部 请到此音 好为大家来整理一下奥斯卡奖 历史上呢是谁获奖最多 谁又是入围最多的 我们整理了之后发现 爱情片是不是奥斯卡这些 评审们最爱的类型电影之一啊 因为像《铁达尼浩》呢 去入围最多也是获奖最多的电影了 当年呢是入围了14项这么多 毕竟他在历史上是创下了701票方这么高 所以入围了14项最后也爆走了11项大奖 成为入围获奖最多的记录 另外呢还越来越爱你 当年是入围了14个大奖 后来呢爆走了6项奖项 让这个导演还有爱马斯东都成为奥斯卡奖的得主 还有这部电影《惠心美人》 其实当时上映的时候呢 在观众这边是获得一致好评 叫好又叫做 所以呢当年是入围了14项 后来是爆走了6个奖项 那至于是谁获奖最多呢 除了是铁达尼浩之外呢 还有冰汉在1959年上映的时候呢 当年是入围了12项 后来爆走了11项 中奖率相当的高 但是要说到最高的就是魔戒了 魔戒王者降临喔 他呢当年是入围了11项 后来是全部11个奖项 通通爆走 所以成为奥斯卡这个历史上 唯一入围全部获奖的作品了 那明天奥斯卡就要登场了 大家也都很期待 会不会今年又没有哪一部作品 会突破这些记录呢 让大家拭目以待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